打开网页输入关键字就可以浏览相关新闻内容 数位平台崛起改变了新闻资讯的流通方式 更严重冲击新闻产业 台大新闻所在中加宽平赞助下 举办新闻产业与平台责任论坛 邀请产官学界进行交流 文化部长李永德也出席座谈 并表示文化部的立场很清楚 就是支持新闻付费 这些大新闻到底在台湾 它获取了什么利益 或者是说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到底它在台湾的营额有多少 我很意外的 我问了很多的部会 相关的部会 竟然都不知道 这里面有包括社群平台 搜寻平台 还有OTT平台等等 这个有各种不同的营业模式 这些营业模式 他们有的比较共通的就是 他们在台湾可能设一个公司 有奖税 可是这个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不代表它全部的营业 到底全部的营业到底多少 有没有办法掉出来 当然这中间各种模式 包括政策建议 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很多方法 文化部呢 我们基本上很清楚的立场就是 我们支持一定要复贿 新闻复贿 但是如何去谈判 如何去复贿 复贿了以后 如何去分享 什么样的模式呢 就是尊重 那么大家共同讨论 谢谢大家 会中还发布一份 针对平面新闻产业 进行的调查报告 并邀请场观学界代表 探讨新闻业与数位平台的合作模式 论坛主持人之一 前政务委员 郭耀黄表示 在跨国数位平台的影响下 必须寻求新的产业生态 才能提升新闻媒体的竞争力 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的关系 也不只在媒体论论的问题 那我们知道 就是新闻的产业 它的品质跟言论自由的问题 是包括是公益性的 就是一个国家 这个言论自由 属于公益的价值 那媒体论论 是属于私益的问题 那今天的论坛 我想大家可以从公益面跟私益面 一起来探讨 让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彼此之间呢 能够产生一个共识 那看看如何共融发展 那我想新闻产业跟大型平台 不是完全在对立面 而是必须要寻求一个 大家可以继续往前进的 一个新的产业生态 那我想今天呢 我们也期待政府能够从这个 怎么样促进新闻产业的数学转型 来加速来推动 其实这个议题很复杂 它牵涉到我们的新闻业 它也牵涉到这些大型平台的业者 那同时因为从我们 从国际的经验发现说 因为这个议题 我们的传统的媒体 跟跨国平台 议价能力是不对等 所以其实各国都需要 政府的积极介入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邀请了相关部会 甚至于是在之前 在政委时期 主导这个议题的跨部会的协商的 郭耀黄政委 请他来主持这个政策的讨论 那很开心 就是说这些各方的业界 跟学者专家都愿意一起来 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 会中专家学者也认为 数位平台不再只是协助媒体曝光新闻 而是扮演筛选新闻内容的角色 不只让传统新闻产制模式发生变化 甚至对言论自由与民主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记者领期会台北报道 哇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